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她的右眼却意外长了大真眼 无奈的她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 姐又再次审预言 不唱跨年是对的呀 整个右眼又肿又大又黑青 惊呆大票歌迷 谢金燕表示 没想到要这样度过2021年的最后一天 原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我对2021年的总结 对于谢金燕的眼睛状况 经纪人求求回应 姐姐很幽默 万年睁眼超难缠的 大到影响视线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2022一片光明 随后 谢金燕前往医院做了一个眼科小手术清除真眼 现在已经没有大碍 其实 谢金燕还在1991年年底遭遇过一次意外 当时 谢金燕在娱乐圈努力打拼 在经过高强度工作后 她准备和姐姐出游放松一下 可没料到 车子开到半途突然车身倾斜 一场意外的车祸发生 姐姐和谢金燕当场昏迷 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谢金燕在重症监护时躺了整整三天三夜 毫无清醒的迹象 谢金燕因车祸导致自己严重受伤 当时 主治医生甚至评估她可能余生得做轮椅 刚开始好转的生活再次被磨难击垮 母亲六神无主 只好给诸葛亮打电话寻求帮助 好在诸葛亮这次没有推脱 她立刻跑到医院仔细询问女儿的情况 又联系了在日本的朋友 将谢金燕送往日本治疗 所幸 谢金燕用顽强的意志力战胜了一切 她痊愈了 而围绕在她身上的舆论 并没有因为她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而消散 特别是在2009年 就在谢金燕好不容易复出 事业重回巅峰时 未婚的她被人曝光有一个私生子 而她的父亲 还真拍到了谢金燕带着孩子的照片 谢金燕在大众眼中的形象那可是女神级别 未婚生子无疑是打破了她的人设 让她在这一行难以前行 谢金燕成为了众矢之地 无比绝望的她宣布断绝妇女关系 而诸葛亮却不放过她 一次次利用她博关注 诸葛亮的做法让谢金燕很心寒 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 谢金燕将诸葛亮所有的罪行全盘揭露 妇女俩互相揭露对方丑事 破坏对方的形象 这样的场面属实不多见 但大众吃瓜倒是吃得不亦乐乎 巴不得事情闹得更大一点 不堪其扰的谢金燕 只能再次退出娱乐圈 而谢金燕害怕私生活被外界关注 即使在舞台上风情万种 私底下也十分低调 平常出门总是遮遮掩掩 把自己抱得密不透风 对家人更保护到底 连儿子都只喊她英文名字 反倒喊舅舅和阿姨 Daddy 妈咪 谢金燕被抱出未婚生子之后 有人调查后发现 谢金燕的儿子从母性 外传孩子的爸是已故八大荣誉 董事长杨登奎的儿子 台语歌王杨宗憲 两人曾合唱《软的最爱》 痴情一场空等曲并传出绯闻 但遭到杨宗憲否认 谢金燕也坚决不愿透露 孩子的爸爸是谁 事隔多年 谢金燕的儿子已经19岁了 本以为随着外公诸葛亮的逝世 能让母子回归平静生活 没想到 诸葛亮的助理戴先生 竟意外爆料 孩子生父就是杨宗憲的惊人消息 而对于杨宗憲被指 是谢金燕孩子的爸 演艺圈长辈白冰冰上节目表示 传言不可信 因为他和杨宗憲是多年老朋友 白冰冰说 其实杨宗憲以前就郑重否认过 他还说保证不是自己 而且我在郑金一演唱会那天 有碰到他 我在后台又问他一次 我说你老实跟我讲 小样的儿子跟你有没有关系 他说真的不是他 我也相信他不会跟我说谎 白冰冰还表示 谁是孩子的爸爸 谢金燕的确没有必要向外界报告 但孩子应该有知道的权利 他要一直保密 大家也不会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该给孩子一个交代 如果连孩子都不知道 那就有点委屈了 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 其实谢金燕的经历很让人心疼 这一切的痛苦都来自于他的爸爸 诸葛亮 谢金燕1974年12月25日 出生于台湾高雄市 谢金燕的父亲是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 诸葛亮 诸葛亮台湾主持界的地位不容之宜 曾与张飞并称为南朱北章的综艺节目主持人 但其私生活十分混乱 花心还滥堵 他一生有过四段婚姻 予有五个孩子 谢金燕的母亲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自小父亲便时常缺席 在谢金燕不多的记忆中 他还常常欺负母亲 让母亲两女共事一夫 年岁渐长 谢金燕母女三人没能等来父亲的关怀 只等来了这个夜不归宿的男人的离婚写一书 三人苦苦挽留 可诸葛亮去意已绝 母亲净身出户 身无分文 母女三人从此过上了漂泊的日子 好在母亲坚强 将谢金燕姐妹俩抚养长大 也许受此影响 谢金燕自小独立 她从不相信宿命论 努力改变命运 1989年15岁那年 谢金燕偶然看到了电视上 要举办美腿小姐比赛广告 长相清秀 身材高跳的她决定试一试 于是谢金燕报名参加了 台湾华视综艺节目 欢乐周末派举办的美腿小姐选拔比赛 也许是上天眷顾 谢金燕一举拔的头筹 顺利进入演艺圈 便与美腿小姐的称号出道 天分和运气使然 谢金燕资源不断 影视歌三夕全面发展 她在出道期间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还出了多张专辑 在台湾地区备受欢迎 被称为电音女王 1990年 谢金燕出演了个人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 《大兵日记》 同年 她还出演了个人首部大荧幕作品 《少爷当大兵》 1991年 谢金燕还出演了 根据日本漫画改编的电影《星期龙珠》 事业蒸蒸日上 而这一年 谢金燕仅仅17岁 未来似乎光辉无限 可没想到她出了严重的车祸 在诸葛亮的帮助下 她才重新恢复健康 对此 她和诸葛亮的关系也开始缓和 之后 付出的时候 谢金燕还在媒体上表示 自己最感谢的人是她的爸爸 从此 诸葛亮闯入了谢金燕的生活 劫后重生 谢金燕更加感恩生活 由于后遇症 她无法继续演员的工作 所以摇身一变成为了歌手 转型不易 诸葛亮在这期间 也给了她莫大的帮助 还邀请女儿 到自己主持的金牌节目中做客 增加曝光率 帮助谢金燕的专辑 《你真酷》卖力宣传 于是 谢金燕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中来了 日子仿佛在一天天变好 但是 诸葛亮烂赌 是台湾娱乐圈内人尽皆知的事 毒瘾骇人 诸葛亮浪迹赌场 最终自食其果 1999年 诸葛亮欠下了天价赌债 无力偿还 不负责任的本性又回来了 她带着现任娇妻一走了之 把一堆烂摊子债务 留给了谢金燕 债主日日上门追讨 谢金燕不得安宁 替父亲还了一部分 算是报道她曾经的恩情 可是媒体公众不买账 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接踵而来 谢金燕的歌手生涯 接近被毁 幸好 曾经的人脉发挥了作用 台湾演艺圈大佬 杨东奎推了一把 让谢金燕不至于退出娱乐圈 诸葛亮这一走就是十年 谢金燕也熬了十年 好在她不信命 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创作上 发布了含泪跳恰恰等多部传唱度极高的歌曲 随后又签约华特唱片 既有话题度又有实力加持 她在歌唱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两次成为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 提名更是无数 可是 也就在此时 诸葛亮站出来表示 女儿确实未婚生子 给谢金燕当头一棒 她没想到 自己的父亲为了红 能这么伤害自己 于是 谢金燕表示 要和诸葛亮断绝妇女关系 之后便直接退出了娱乐圈 而做了坏事的诸葛亮 也确实没能有个好下场 2012年 诸葛亮在台上主持时 感到一阵不适 但因为反应不大就没有在意 谁知后来竟严重到需要住院 到医院检查后 确诊患有大肠癌 但她并不重视 只是靠着药物撑着 直到2016年 诸葛亮在工作中突然产生症痛 头上冷汗直冒 脸色苍白地倒在了地上 被送进医院 这才紧急住院做手术 在诸葛亮住院期间 家人都有来探望过她 诸葛亮因经受多次化疗 身躯变得十分消瘦 谢金燕看着病倒的父亲 所有的怨气瞬间烟消云散 毕竟血浓于水 谁也不想失去自己的至亲 两人在病床前 拉着对方的手轻声交谈 放下了这20年来的恩怨 由于诸葛亮的病情再度恶化 抢救无效逝世了 享年71岁 在诸葛亮临终前 他们终于和解了 去世那天 无数媒体等在灵堂前 看谢金燕是否会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终于在入关前 谢金燕赶到 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谢金燕半生渴望父爱 却一次次被伤得体无完肤 好在他从不认命 父亲去世后 他再度走上舞台说 姐姐是不会放弃的 这就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 连刘德华也为他鼓掌 如今47岁的谢金燕状态还是不错的 身材依然很好 感觉他更时尚更美了 谢金燕的衣品也得到很多网友的称赞 不过在2020年的时候 谢金燕却被人怀疑整容过度 耿直的谢金燕直接回对说 不喜欢就别看 不知不觉间 据诸葛亮离世已经好几年了 谢金燕曾在社交平台上 公开了两人的旧照 向公众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思念 而谢金燕逐渐变得低调 也没有什么绯闻 一个人把孩子带大 孩子长大了 谢金燕也渐渐老去 眼看就要50岁了 希望以后他的日子可以越来越好 往事随焉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